近期随着流感高发 流感用药需求量大幅增长 一款名为马巴洛沙维的抗病毒药物 被称为抗流感神药 这款药品的疗效是否真的如此神奇 与达菲奥斯塔维有什么区别 12月21号 中心车记者采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陈岳进行详解 像奥斯塔维呢 它一般是阻断病毒的一个释放 而马巴洛沙维呢 它是抑制病毒的一个复制 达到阻断流感的一个效果 治疗的这个周期 服药周期也是不一样的 马巴洛沙维它呢 在体内 它的代谢周期是比较长的 它的半衰期呢 大概有80个小时左右 它大概呢 是奥斯塔维的8倍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 马巴洛沙维我们其实只需要服用一次 而奥斯塔维呢 我们每天服药两次 是需要连服五天的 陈岳介绍 马巴洛沙维主要用于治疗既往健康的成人 和五岁及以上儿童 单纯性甲型和乙型流感患者 或存在流感相关病发症高风险的成人 和十二岁及以上儿童流感患者 妊娠期呢 不建议服用马巴洛沙维 因为它相应的临床证据呢 还是比较少 权衡利弊呢 是可以考虑服用奥斯塔维的 相对安全一些 还有就是哺乳期 不建议服用马巴洛沙维 但是奥斯塔维在哺乳期的分级 使L级是相对安全的 公开资料显示 进口马巴洛沙维 已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患者自负只需3% 一盒两片 售价为222.36元 但随着需求量增加 记者浏览外卖平台发现 该药品的售价不断上涨 有的店铺标价为425元一盒 陈岳提醒 不建议患者自行购买该药品 应在医生的指导下 根据各项指标综合判断 是否适合服用 说它是神药吧 也不是完全的科学吧 它的疗效和它的安全性 确实还需要大量的 真实世界的研究 我们患者应该在临床 医生的指导下 合理的正确的选择 适合自己的流感药物 其实那个流感呢 它是一种自线性的疾病 那如果基础状况比较好 或者它合并并发症 不是这种高风眼人群 不一定有必要服用 这个抗病毒的药物 如果有的患者呢 他即使不服用抗病毒的药物 对症治疗一个礼拜左右 也是可以自愈 其实重症的患者呢 我们是建议选择奥斯塔尾 或者是帕拉米尾的 陈岳表示 除了抗病毒药物 患者还可以配合使用 对症治疗的药物 如果有这种高热 或者是全身疼痛 那我们可以选择像 对症积分呀 布洛芬这样的药 另外呢 就是比如有鼻塞呀 这种症状 可以选用 还有尾麻黄碱成分的一些药物 像这个安分万安 安分尾麻 安卡尾麻等等 如果呢 有这种咳嗽 咳痰的 那可以选择一些 止咳去痰的药 那对于腹泻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 口服补液炎 或者是一些活菌之剂 都是可以的 此外 陈岳提醒广大患者 服用马巴洛沙维 17天内 禁止接种 减毒活疫苗 我们现在接种的流感呢 大部分还是这个 减毒活疫苗 马巴洛沙维呢 可以减弱这个 减毒活疫苗的一个效果 但是呢 对灭活疫苗 是没有问题的 对我们在接种的时候 是可以咨询一下 接种的这个医生啊 或者是护士 那接种的是灭活的 还是减毒活疫苗 是否应该是等于